公營房屋的目標是後五年 後五年 即是你購買的 不是購買的 因為建一座公屋要五年 五年那麼久 為什麼私人化公屋要快這麼多 這個才叫做私人和政府 你說是不是還有一些自由市場封面 我們經常在會議中有問 頭頭跟你說是七年 是嗎 給什麼房屋 公屋 公屋建七年 他又說由規劃到過了程序 到起好入伙就七年 我們當然說像小米說的 還說粗口 這是真的 小米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不規劃的話 就會變成旺角灣仔西環等地方 等於你知不知道 很繁榮 他要搞死的地方 他又要建了鐵欄 你怎麼說 怎樣去答案上車人士的訴求 增加多些居屋 居屋如果是賣不起私人樓 那些 但是他又超越了公屋的那麼低的入息 所以現在居屋是會發展多些的 白表以前相對是少一些的 即是抽籤 六表是多數機會大一點的 八二的 只有一萬六千多個 那時候是八二開的 目的就是希望多些公屋交出來 希望是五五 希望多些給白表 還有說真的 現在六表人是越來越少買的 還是那些白表五成 變相就是推高樓價 上年你記得的 梁振騎說 那些白表不用補地價 可以拿出來買 居屋不是那麼貴的東西 你普通一個居屋 三百多四百萬 每個人都笑到 笑到不會說話 即是給一些影片看完全面 有些你看到很貴的居屋 你看看是什麼位置 有三十多萬個二手居屋 我說是舊的 現在有三十多萬 其實很多是沒有升得那麼快 因為那些都不喜歡 單位很小 唱的資料不好 不接近地的站 不接近巴士站 那些不受歡迎的 那些是繼續慢慢升的 這個最現實 等如公屋一樣 如果你在天水圍多漂亮的居屋 公屋 就算我輪到公屋 你多給一百尺 我也不喜歡他住 我是死在九龍東 我要在市區 我寧願捱劏房 那麼貴 我也不想搬去那麼遠 調查都找到這些個案 簡直有十幾個%在我們劏房的調查裏面 它是有功的 這個報告第一 不是完結 這三個月就是給社會上的人 就給意見 六四不夠 應該是七三 四十七萬不夠 應該是五十七 因為我們會寫最後的報告給 特首 給政府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公營房屋包居屋 即是居屋都給多一個業主 公營房屋其實是公屋出租和居屋 即是六四那六十 不是全部出租單位 都是居者有其屋 神經病之後 你慢慢把船廝 Either